白色轿车减速打方向灯准备转弯 但后方大货车来不及减速冲撞 害得白车失控翻转 冲到了对象甚至冲破铁网 整台车摔进水沟车尾朝下 人在里面 确定都没有其他人 幸好被装驾驶还能自己走上救护车 没有明显伤势 头晕脑胀送医检查 事发当时白色轿车被货车从后方冲撞 180度大回旋 倒翻卡进水沟 原来白车驾驶是中油员工 当时减速准备左转进公司 没想到却被撞 因为他要转进来 我们是要执行车 对啊 我们看到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 他要转过来 我们看到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事发在苗栗头乌乡台13线南往北方向 59岁大货车驾驶 追撞前方准备左转的小轿车 摔进水沟双方都没酒驾 为注意车权状况 追撞前方由湖南驾驶 准备左转式自享客车 疑似为注意车前状况 大货车撞上前方转弯车 白车一阵天旋地转 被撞进了水沟里 信号老天保佑 只受惊吓 没有明显伤势 记者中正嫌 吴彭新韩志行 苗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oughnut共甲 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比łby12